1905年 爱因斯坦揭示了光电效应的奥秘 让我们能用新的方式 承接太阳的恩惠 我们发明了太阳能板来吸收阳光 以人类寿命来说 太阳给予我们的能量 可说是永久 但太阳能板的寿命 却不是永久的 根据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资料 台湾的太阳能光电板 生命周期平均为20年 产品有寿命期限 这很正常 要注意的是 在正常运作的期间 如果我们没有好好为太阳能板 扫除某个敌人 太阳能的发电量 会直直减少30% 它就是灰尘 大家都知道 太阳能发电是看天吃饭 既然如此 太阳能板能不能随时 把阳光接好接满就是关键 所以太阳能最怕的就是脏 太阳能板的结构很简单 就是用玻璃和背板把太阳能电池夹在中间 再用金属框从外面固定 当一片片的太阳能板铺在空地上或是屋顶上 风吹过太阳能板 空气分子跟玻璃板摩擦 就会产生静电 如果空气中夹在粉尘 这时候就会被吸附在玻璃板上 但到底会有多脏呢? 这当然得看地方了 湿度、温度也会影响 例如许多大型太阳能发电站盖在沙漠里头 这风墙沙尘多 那浮在湖泊上的太阳能板呢? 则可能会有水鸟在上头吃拉撒 一篇2023年刊登在Solar Energy期刊上的研究 针对太阳能板的脏污 对发电量的影响做了全面的分析 他们在实验室中用太阳模拟器模拟日光 并分析不同粉尘大小与种类对太阳能板造成的影响 首先他们针对三个空气污染物中最容易吸收光的成分进行测试 分别是富含氧化铁的红土、石灰粉和碳基的灰烬 结果发现随着灰尘的密度 也就是单位面积上灰尘的重量逐步上升 光照的损耗率也从5%上升到了25% 如果粉尘换为常见的尘土成分 例如如果这层脏污是41微米的泥土 那么这时候的光照损耗率大概是18% 那如果是101微米的华石粉 光照损耗率差不多是16.1% 当然影响的原因跟机制没有那么简单 例如在某些高湿度又多粉尘的地方 这太阳能板表面会在清晨凝结露水 露水碰到粉尘就会形成具有粘性的顽固泥浆 甚至自身微生物还长出草来 让泥浆固定得更牢 因为影响的原因很多 团队整理了世界各地太阳能发电厂的数据 发现经过一段时间暴露在空气中 且没有清洁的情况下 损耗率从10%以下 严重到超过50%的都有 重点是我们当然不能白白让费这些发电量 既然脏了就要清 那有什么办法让太阳能板保持干净呢? 其实要维护太阳能板并不困难 因为太阳能板最上层的材料 到现在还是以玻璃为主 虽然有人尝试把玻璃换成其他透明材质 例如聚浮乙烯或是丙烯酸纤维 但实验证实 长时间使用的光照损耗率都还是高于玻璃 这其实是件好事 因为玻璃的保养清洁 我们实在太熟悉了 你知道哪种方式是清洁玻璃最好的方式吗? 是盐酸、水还是清洁剂呢? 你觉得是盐酸吗? 这盐酸的确腐蚀力强劲 可以有效去污 而且玻璃不会被盐酸腐蚀 可以拿来作为盐酸的容器 这不是正好吗? 等等 没有人会这样做的 就像你不会拿盐酸去洗汽车的车窗 或是你家的窗户 上头的隔热纸、镀膜会被破坏 盐酸还会剥及旁边的板金烤漆、铝框或是金属配件 太阳能板也是一样 如果用盐酸来清洁 玻璃上的抗反射层会被腐蚀 太阳能板中的封装胶 还有周围电线的塑胶绝缘层 碰到盐酸的话 也会导致太阳能板的功能遭到破坏 这就是上街头遇上小混混 却派浩克或是超级英雄上街头大闹一番 这人是抓到了 但周围的建筑也被破坏殆尽了 要对付灰尘这种小咖派警察就好了 在这里水就是最便宜 效果最好的清洁方式 实际上绝大部分的大型太阳能发电厂 都是采用高压水柱进行清理 某些地方则会搭配刷子 清除粘性较高的细颗粒泥土 但千万记得 刷子必须选用适合清洁玻璃的材质 那要不要在水中添加玻璃专用的清洁剂呢? 其实也不需要 用清水就好了 即使是清洁剂 也有可能破坏掉玻璃上的镀膜 而且只用清水清洗 那么这些冲洗完的废水 实际上就是清水加上尘土 可能还加上一点点鸟粪 但无论如何排进排水沟 或是顺着太阳能板流进土壤中 都不用担心 前提是没有多使用其他的清洁剂 那么该多久清洗一次太阳能板呢? 这就依地区而已了 根据我国经济部能源署的建议 台湾的环境 如果不定期清洗太阳能板 损耗率大约是30% 而建议的清洗频率大约是每年2-4次 用水清洗这点看似简单 但要如何同时维护广大的太阳能发电厂 却是一项挑战 有人想到用自动清洁机来长时间维护 这并不是说要让一台扫加拖的扫地机器人 在太阳能板上爬爬罩 而是用了一个很巧妙的方法 在搭配追日系统的太阳能发电厂中 太阳能板会随着太阳的东升奚落 而跟着改变角度 确保太阳能板的平面和太阳光保持垂直 才能接收到最多的太阳光 于是一个发表在2010年 IEEE太阳能专家研讨会的论文 认为可以把清洁和追日系统结合 让太阳能板在24小时中完整转移圈360度 并在表面设计一个滑轨 滑轨中放上可自由滑动的刷子 这样当太阳能板上下颠倒 刷子就会随着重力滑动到另一侧并完成清洁 而且一天的清洁次数有两次 这比一般使用手动方式还要好几个月才清理一次 频率高了太多 这个方法的缺点是因为过程没有使用水 所以如果遇到粘性较高的脏污 例如鸟的排泄物 就会让状况变得更糟 另一批人则反向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干脆减少太阳能板清洗的频率呢? 实际上在多篇研究中都指出 既然水就是最好的太阳能板清洁剂 那么雨水就是最便宜最好用的帮手啦 很显然 与沙漠地区相比 我们台湾很幸运可以得到雨水的恩泽 我们要做的事 就是让太阳能板倾斜一个角度 确保雨水可以在重力的拉扯下 带着脏污向下流 就是那么简单 晴天发电与天清洁 嗯 这还真是看天发电啊 当然也有更科技一点的做法 就是在太阳能板上镀上一层 自洁涂层 这层涂层通常要拥有不易脏 或是好清洗的优点 因此能拉长清洁的周期 或是清洁时用的水可以比较少 一些材料大厂 例如3M、道康宁 都加入了自洁涂层的开发 这自洁涂层要如何自洁呢 我们必须先了解水 当水滴与任何物体表面接触 你有时候会发现 水滴圆着像颗球 有时却摊平在表面 这是因为水与材之间的附着力不同 如果水跟物体的附着力很小 那么水就会因为自身的内聚力 聚集成一颗圆形水滴 水滴、空气 桌面形成的接触角度会大于90度 称为输水性或是超输水性 反过来如果水跟物体的附着力非常强 强到水滴 想要尽可能大面积的与表面接触 就会破坏原本圆球的形状 这时候接触角小于90度 称为清水或超清水性 那这个字节涂层 到底该使用超输水性 还是超清水性材料呢 给你5秒想想看 答案是我全都要 不是我在唬你 先听我说明 在超输水性材料阵营 最有名的就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荷叶 不仅不沾淤泥 水滴落在表面上 还能在荷叶上自在游走 人工造出来的超输水性材料 大部分都和荷叶相同 有抗污、防水的特点 但在对抗油污或某些顽强污垢的时候 超输水材料的表现 却不如超清水材料 因为粘上去就是粘上去了 超清水材料的思路不太一样 用的是一招横刀夺爱 涂层沾到油污怎么办 没关系 先浇点水 因为清水性涂层更爱水分子 当水占据了涂层的新瓜奈 涂层最后就会放开牵着脏污的手 拥抱水分子 最后一场小雨或是简单的冲洗 就会把这些被踢出怀抱的脏污 油污快速带走 真正达到清洁的目的 而和涂层轻轻我我的水 只要等太阳出来 就会真散 什么都不会剩下 目前进攻太阳能板镀膜的厂商中 比较多人其实是走 开发清水性材料这条路线 对了 因为这层涂层就相当于 太阳能板保持清洁的命脉 所以如同我们前面说过的 不论是研究还是食物都告诉我们 不要用强酸强碱 也不推荐在清洁时 在水中加入清洁剂 因为他们很有可能会破坏这层 好不容易才加装上去的防护盾 要维持干净 就是用水就好 太阳能发电前进的速度真的很快 我们担心的太阳能除电问题 除了大型锂电池除电站之外 我们在介绍第四代核能厂的那集 也提到太阳能的熔岩除能 早已经走在前面 现在在实际营运面上 则要透过工程技术 让这些辛苦建设好的发电厂 可以尽量长久稳定地发电下去 至于会不会有哪些新材料问世 让我们再生能源的发电量 可以继续UPUP呢 想知道的饭团 快来留言点菜吧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 记得订阅偏才饭科学频道 开启小铃铛 加入频道会员 锁定更多精彩的科学新知 科学议题 我们下次再见